记者于赵福林家东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员有想要今天上午10点半前往基隆市警察局大楼前召开记者会 要求基隆警察局尽速移除全国唯一警察局内的蒋介石同向 有想要说不要让同向出现在警察局内制造警察人员的问题 位于信二路的基隆市警察局大楼 民国74年完工蒋介石同向该年同时安置 有想要说文化中心塑像已走了 但警局是治安最高单位 拜同向在那里很不恰当 目前公家单位仅存二座大塑像 一个在警局一个在信义国小 基隆市其他机关加起来有时做 尤其信义国小是学生上课的地方 如果有人跑到校园去做激烈破坏 对学生和学校都不好 他呼吁相关单位在两个月内把塑像永远消除 经费是否配合 不要因塑像的存在让百姓不安或引来无谓的抗争 他指出去年有某团体到火车站拉筒向 3月8日基隆市228纪念仪式又来表达不满 之前也有年轻人在中正公园对蒋介石同向泼欺 后来判无罪归为言论自由 施求领也有蒋介石塑像被砍头 他认为是市府该拿出作为的时候了 基隆市政府则回应表示 1. 市府的立场是任何政治塑像都不应存在于公共空间机关和教育场所内 2.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警察局更不应留有维权时代的政治塑像 这有为民主时代的潮流 且据调查现在各县市警察局内也都已经不存在蒋介石塑像 3. 相关单位也将研议紧速移除后 通向或雕塑送桃园两场园区